中文字幕 李宗盛 重点评论是说八尺 忙到每天都排不完的工作也好做 我觉得我们来做这些对土地对人对环境友善的事 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慈悲 那种慈悲是一种生命的深度的续航力 现在是300公斤再加 一定是变得再加32包的5分1.8公斤 1.8公斤 3.8公斤 可是我觉得你要把它写上1.8公斤 这样你比较清楚 要写写在那边 这个太慢了 这台电脑太慢了 他来仲田的时候其实我是反对比较多 然后我常常脸色都很难看 就是他想做什么 也说答应也不行 那不答应也不行 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说 我不答应他看他那个样子 我会觉得好像于心不理 可是我答应他 我又很矛盾很挣扎这样 我没有说服他 他自己回来了 他没地方去了 他要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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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是回来南澳最好了 那边去睡觉 我听过嫁机随机 嫁口水口就是 宜兰南澳 坐落于苏花公路上的一个小城镇 距离台北大都会区 约三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 西边是南湖大山 东方面临太平洋 在这里 南澳北溪与南溪 冲击出一个小小的平原 自古以来这里交通不便 还是泰雅族原住民的猎场 但这样独特而且封闭的地理环境 竟意外地成为阿江自然田的实业农场 我为什么一辈子从来没想到回我的台中大故乡 回我的故乡呢 我说想来想去人家一直问我 我想来想去 到底也很简单 因为我家现在水沟是臭的 外面田里看出去好几家 好几家铁皮屋工厂 你会把你的小孩 养在花臭的地方 因为你很这样 你退休也不想待那里 当然待这个好山好水 陈昌江在40岁之前的工作 是竹科的电子新柜 而且还是公司里 掌管行销的业务主管 连收入百万以上 但现在的阿江 却选择提早退休 穿上雨鞋 当起农夫 采用不撒农药 不湿有机肥料等自然农法 更允其一片南澳自然田 而这样的转变 当初是得不到家里认同的 我就在客厅跟他大吵一顿 我们家两个还是跑到楼上去 第一次 然后他就跟我 他们两个真的吓到 其实我也吓到 40岁以前都听他的 我40岁以前的账户的钱 都放在那边 你可以想像吗 因为他很会管钱 40岁以后我就自己管钱 不能讲 真的啊我就自己管钱了 先换我管他 他换我这里 但是他是有密码自己领这样的 那什么40岁以后就换 就改变想法了 因为我太不可 太不安全了 我觉得他太不安全了 我要先把我自己耐份顾好 比较重要 光来老奥种田 就赔了很多钱这样 其实我们 我要求也不是很高 我只希望说 我们身体 就是不要那么 就是不要那么辛苦 不要那么累 我常常跟他说 你不要把10年要做事 5年内就把它做完 不要这样子 其实我们可以慢慢做 细水长流这样子 做农 要做到赚钱 真的是要努力这样子 而且他 我们等于都是从那个 不知道开始做 这样是不是 两个case 一个是那个 府大有个教授 要带大陆的团来 哦 这样子 我请他先去登记再说 这样没问题 OK 好 21号品鱼的那个什么 豪梁食堂的品鱼大会 找谁去 先叫猴子去 先叫猴子去 好 那我先用他的白肉 阿江夫妻俩炒归炒 但其实彼此都很心疼 对方的付出 妻子释花从老师退休后 开始到农场里帮忙 有关财物的文书业务 自然农法的耕作 需要农夫花费更多的心思 农场里 永远都是少于双手的 小时候是种田种到怕跑掉 跑去读书的 因为我爸爸是农人 然后我们有田 然后我田小 猪包放下要田里 先去田里菜市上课 我怕死种田了 那重点 一个农场 是绝对 绝对少不了人 因为 所有的作物都等着你去照顾它 把它做好一点 呃 呃 憑良心说 马斯 忙到每天都 都排不完的工作要做 还好 那个 我太太奥花回来了 不然真的是做不来了 对对 实在太多业务要 要做了 然后沾点的在地永续就是 不用化学肥料 也不用有机肥料 但是我们会收集草叶堆肥 自己制作堆肥 那最棒的事情是自然堆好了 我们就来一下 然后捡回家用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已经虎熟的泥土 树叶加上土灰 所以这都是最棒的有机的资材 这个把它捞上去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直接上货车 今天我们要收一货车 有了妻子的帮忙 阿江也就能更专心 在南澳自然田的观念推广上 对他来说 推广友善大地的自然农法 是最有挑战性的业务目标 今天到了退休以后 再找一个比较 我想可以安顿后半队子的生活方式 而且我接触到了自然农法之后 也是自然农法之后 可以说友善大地 友善生灵 友善人类 好 是一个很值得投入的工作 就算他并不是用来赚钱 也是一个很好的安顿的工作 安顿后半辈子的生活方式 他基本上他的使命上就是 希望能够量产清净食物 量产清净土地 他这种使命基本上 并不是说想要赚大钱而已 然后赚钱就是在归宇群 我希望可以把这么友善 局度友善的自然农坑的 这个 这个农坑方式 就变成一个真正可以量产的 真正可以用来种东西来mine 因为到木材人自然农场 还不太做不太到 好 然后这样也就是在这个努力 在做这个实验 跟努力在突破这样 其实这个到底很简单啊 因为以前我们家外面 扇鲤鱼 尼丘 田螺 什么都有啊 那时候呢 没有再加农药化学肥料 就算有也没钱加这样 OK 那现在呢 田螺很干净啊 只是因为我们加了太多东西而已啊 所以对我来说 要把我们的环境变好 有什么好怀疑的 没有什么学问啊 就是不要再这样 不要再这样干了 就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这种信念不叫信念 其实基本上任何它是你所当然的事 所以对我来讲 有些农坑会把我们的环境变好 是天经第一的 好简单的道理 这就是了 我们现在几十人就把所有人都进来 我们现在几十人就把所有人都进来 可是本来不是还有其他的吗 对啊 我们现在几十人就把 所以今天大概十一二个人而已 没这么近啊 对啊 不知道怎么没有来过哦 蛤 来这里是 以工作 换吃换住 所以啊 请为我们想啊 来努力工作 这次啊 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件简单的工作 很需要人力 要很多支脚 去干嘛呢 去采 我们呢 这样农坏的田啊 的草呢 我们如果没有割它 那我们有一个快速的办法就是 去把柴压下来 让我们的作物长上来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开始了 海潮说 对啊 你知道雨璇在田里 然后脚已经离开了 应该会呢 你学后面很多 要自己去教 那我来找一份 晒很加合的 就在八月底的周末 阿江的自然田 迎来一批 在科技公司上班的年轻人 他们要开始两天一夜的 换工假期 轻身体验一下 农村生活的感觉 跑过来坐就可以了 好 OK 那就上我的坐车 对 这个出分了吗 是 你们一生看什么 带着吧 好惨啊 这个 看着还围过来 在上面 在上面看就好了 注意看 这是我们种的树豆 那这个树豆 这一棵也这么大 其实除草的需求不大了 可是这一棵需求比较大 因为它很小 怕被草包夹 包夹以后它会 最惨的 其实是死掉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很简单 就这样 那时间 因为这个工作很适合志工来做 还可以一面聊天一面做 OK 那 反正呢 就把旁边的阳光 还有空气的流通 留给它 让它可以 放心的分支出来 长得越壮 把面积覆盖 弄不完 没关系 两只脚放这样 这样 扫过去 就扫得平平 一般来讲旋转 最有效 因为旋转可以大家都倒 这也是 因为阿江演讲的时候 有谈到说 就是他们 这边有那个打工换书啊 我们其实有些同学都在中南部嘛 然后小时候有一些种田的经验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台北 过来这边也不会很远 然后周末过来度个假 发现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就是 他的保姆 他的天使 帮他尽量的 你用你的大脑 继续想 我讲了一个道理以外 就是简单说 这附近啊 空间出来 空气让他流通 就是农费了 过得非常辛苦 可是我觉得就是 食物是 就是每个 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事情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以不 不关心农业这个议题 这边 超帅的地 作物这样哦 它是活的 你都没有割它 所以它是活的 绿色的状态压制它 老实说 它的护材效果更好 因为它是绿色的 活的护盖 那这个地方的蒸花 就会更少 对它反而在家 又会有更大的好水 不只比割草还甚至更好 对 寻一寻就可以了 觉得机子情况还蛮好的 看起来很多草 在自然农场 当然很多很多都不吃草 其实不是不除草 而是希望草长好以后 变成我们的有机子 它就自动循环这个土地 来保护这个土地 当阿江的自然田 开始有点明晰之后 越来越多人 对自然农法的运作 感到兴趣 像是连有机肥都不撒 怎么可能让农作物 顺利长大呢 于是每天来参观 访问的人变多了 如果接待 那农田里的工作 都得放下 阿江就想办法 把大家的好奇心 转换成 需要大量人力运用的农事上 我解释一下 今天下午要做的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包米 这边是我们包米的 一个工作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 刚收完鸽 那刚收完鸽 已经都送出去给人家 人家风干 那现在就是 我们是负责包的一个部分 今天要把这些人都包完 我们等一下会分出去 那分到我在店里 想说奇怪 他刚刚不是也是轻轻鸟而已吗 我一路可以放着而已 好啊 坐一段时间 等一下 帮我帮你来的 沐箱 什么 上身前套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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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 你很贵 你比我买贵 你比我买贵 一带要三千块 好好吃喔 就很多人会来 这边参访 来 来 拜访我们 那这样说有点困扰 一开始 人太多了以后 就我 没办法 没办法动田 每天都在应付 应付大家的航客 那我就想了一个很简单办 就是说 你们偶爱来 那 那你只要来帮我忙 我农场就可以继续啦 所以就 我就订了这个 用叫做 世界有机农场的 换工网路的概念 它叫Woof W-W-O-O-F 这样 这个世界上叫Woofing 就是 用换工的方式去旅行 因为它真的好 那等一下问一下 对啊 就你的手感是一千五 那要再多一点 对不对 那我每一席都要满满的 对 拿起来就是这样子 哎呦 哎呦 太胖了 非常单纯的一包米 就这样 有没有 它应该盖得很刚好 你会发现 嗯 它不会太伤密 不会太伤密 就刚刚好 最近是我们的产品 这个开办了这个 化工驾行之后 很受欢迎 我第一年就挤到 到暑假都挤到爆料 来这里参访 其实就是潜在的客户 人多的时候 像今天人多 我晚上就有准备 给一个简报 让他们更深度的了解 关于自然农法 关于清净土地的概念 清净食物的想法 然后在您所做的事 呃 等一下他可能要帮我切些蒜 你这下面帮我拿 拿 拿六个蒜 六个蒜 六个蒜 你帮我倒一杯热水好不好 热水 这两个都是 上面那里 好了吗 好了 那帮我直接倒进来 直接玩到这个概念 在阿江和打工换素的年轻人 还没回到客栈前 早就有长期志工 在厨房里准备着他们的午餐 切切片 食材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农场里种的蔬果 自己种的米饭 简单的菜色就可以让人感受到 家常菜朴实的滋味 这就是我们的多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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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暑假他们都是 都是大学生 或者刚上大学的大学生 所以大部分都不会煮饭 所以暑假很久都没有吃早餐 现在都很久了 我没有说像样的早餐 每一批都不一样 很奇怪 就比那批就是高三生大一的学生 他们都很少煮的 但是他们来这边都很高兴 他们到后来都还蛮会煮的 从那个不太会洗碗到 一开始煮菜很害怕 到后来就是他们 完全他们张罗一下 快点看 万宫假期当然同时也要有 假期的味道 所以阿江在工作后 也会带着大家去走访 南澳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南澳最老的古迹 是清朝的时候 一个罗大村提督 第一次带军队开山进入南澳的 第一个清朝官员 所以这个是我们 如果要来南澳 要用最久的 汉人最久的足迹就是这个 好 这里的原点 原点比较开心 好 闻到翻根后泥土的气味 北京下飞起的白露丝 伴着来过冬的候鸟 北京下飞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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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飞让海浪冲起脚趾头 到溪谷开岩 享受清亮的畅快 好 好 因为这里的石头 你注意看 这里的石头 随便撿 以這兩顆來講,這個可以當打火石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不知道 像上山,你如果帶這兩顆 再加一點棉花 這樣就可以著火 換工假期裡 有工作,有勞動 住宿免費,用餐免費 還有遊覽行程 又健康又非常有趣 而且同時,也把南澳的美 深深的留在每個人的記憶裡 這樣對一道高人 好像要做什麼 呢? 阿嬤,阿嬤,阿嬤 前一年我們已經過了 我們合作前一年已經過了 那個面積這樣來說 對我們兩個來說是 好像補鞋子就對了 半噸 如果是要真的放手一搏的話 就是說面積必須要擴大 要擴大 管理上也比較好管理 這個名字叫做仲天幫 那就是仲天幫 你成立幫派 幫你仲天的意思 還是幫派的幫 還是他愛更 那是年輕人 年輕人要出錢 就要出錢的名字 那就是我幫你仲天 擺盡你這個 為了是每個人 成為食物真正的主人 阿將提出契作代耕的理念 在南澳自然田裡 消費者可以先付錢 向農夫預購一定土地面積的作物 成為負擔收成量的業主 而農夫則是這批作物的代耕者 透過契作代耕 讓雙方收益和產量都有一定的保障 但因為業主是真心想要清淨的食物 所以農夫也不必為了賣相和過量生產 而使用農藥和肥料 黃萬雙和奈基福 就是加入阿將契作代耕的兩位當地老農夫 國安農會找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們今年算頭一年 它有保證價格 用保證價格一公頃多少錢 最低限度不能夠到幾斤 幾斤超過 又沒有錢 當初說的表情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用去擔心說 我們切成美麗賣家 或是我們後續作為我們 就比較勉煩擔心這間 因為你說叫農業正式在經濟的人 過去開發說經營市場這地 可能會比較困難 這個農法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觀念就是說 先鋼啦 先鋼啦 先鋼就是說 不要我們現在的年肥 鋼要付出很多 我們也沒辦法啦 自然農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讓我們體會到說 它的米完全跟農藥 化學肥料完全隔離 完全都沒有施放 施肥也不用 只有除草而已 所以說我們也很樂意 跟陳湯江先生合作看看 就是說 製作健康的米 讓我們消費者可以吃 大家身體健康 吃得安心 不是折成的嗎 其實我們要這地 這地點是山面環山 也不用環潰 剛才我們党館就有了 所以它是一個很封嚕的 做族田的馬兒 做悠奇的馬兒 entre市格設 因為我們這邊也沒有工業 完全沒有工業 所以他們工業污染可以說 为了推广有机农业 政府设立了CAS有机的认证标彰 而民间机构也有像是磁性有机认证 中华有机协会认证等 这些有机标彰虽然确保了消费者权利 但是农民为了让有机产值增加赚更多钱 可能还是暗地里偷偷加化学能量生长剂 导致必须不断地抽查检验 来确保有机的认证品质 当我在发展这个代工的论述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关键的道理 这道理就是说 如果农民是帮妈妈种田的话 农民没有需要要加农药 为什么 因为种多的 种少的都算妈妈的 那干嘛他偷加农药偷加肥料呢 他自然就是友善的农耕 因为妈妈要健康的食物 农员就负责给他健康的食物就好了 不用说一定要有机认证 一定要过多少第三方认证 然后来抽查检验贴标签都不用 因为妈妈种的就不用贴标签 因为也不用抽查 因为妈妈确定他是 他的心理确定这是要自己吃的 就不会乱喷药 因为他知道我要自己吃的 我宁可少吃一点也不要药 可是永远会啊 因为永远听说有虫就喷了 他不管有没有 他不能真的被吃了才喷掉啊 所以他还没有虫他就先喷了再说啊 因为他保障他的利益啊 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我们也不能怪龙人说没良心 因为他没有饭吃 是我变成我没良心啊 9月的南澳 时序已经进入初秋 这是第一期稻作 刚刚收割完 龙人在田地里开始种上田精 这是一种豆科植物 成熟后可以翻入泥土中 当作天然的肥料 这就是来年稻作的鸡肥 除了十分之后 只要是 在我盖上来 收穿了擁有的 这是粒肥 这粒肥脑后边 它比较大张的是我们要 環境嘛 環境下来 后边变幼稀的 这是主要目的 是要增加它的 有居殖到 增加它的肥分 现在的改变就是自然农法里面 人家本身土壤里面自己调整的 稻子需要的肥料 其实氮肥的需求量很少 所以说他建议我们说 剥那个绿肥把它翻根以后 腐化在水田里面产生肥料 稻子需要的肥料 这样就够了 我们这个正在楼上 在这里求生养性 做一个副业的样子 不然在家里的人 这个年龄都才有帖鱼 第一 含鱼弄孙 身体健康 不要让自己的丹心 为最大目标 你这边的甘蔗 你有多种吗 什么多种 那是以前我们种的 这比较漂亮 那互相支援 所以农家就是这样 人力跟机器互相支援 互相支援 互相支援 而且到目前为止 这边的农牌 对 不容易赚钱 还是需要尽可能的 赚资源 能力尽量少一点 老农 要面对 商业上的竞争 一定要合作 不然那个 成本 还有那个 路蛮窄的 除了在地的老农夫 阿江也有吸引好几位 新世代的农夫 来跟他一起合作 而黄世聪就是当初 跟阿江一起到南澳 开墾农地的好朋友 为什么会想要种甘蔗 呃 因为我们现在种的 不 现在吃的糖 都是一些 基改玉米做的果糖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化学糖 都吃的很不健 不健康 而且 都是 对身体很不健康的东西 所以我想要多种一些 自然的砂糖 甘蔗 这一个的生命过程 让 他有一个教育的性质 就是让人家可以马上来体验 知道甘蔗怎么种的 怎么采收 然后怎么加工 那他大概 一天 可以做完的体验 或者两天一夜 都OK 对 黄世聪也十分赞成 阿江契作的理念 甚至鼓励契作的业主 空闲时多到天里来走走 多关心自己 吃进身体里面的食物 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是鼓励消费者 能够直接跟农夫买 那甚至于到田间 去观察看看 或是体验 那你如果真的 想要劳动的话 那是最好的 那有些小孩子来体验之后 对食物的认识会更深 而且他重新找回一些米 或是食物的价值 比如我本来他不敢吃红萝卜的 或者是不敢吃的食物 他会透过他亲自的栽种 或者是采收 找到这个连结之后 他很喜欢那些食物 本来不敢吃他都敢吃 而刚到南澳当农夫的苏有心 当初是在阿江的自然田里 接触到自然农法 现在自己也乘租了土地 开始农耕生活 对比之前 还是上班族的日子 苏有心有这样的感触 以前上班的话 你下班的时候就很累 可是你会 就你觉得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但是你就是没有力气做些什么 可是在这边的话 我就算身体很累 可是我也不会有 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你还是 就其实你心里是很轻松很踏实的 对 所以 你并不会有这样 好像 好像把你自己 就是已经 过分的掏空了那种感觉 对 其实你来到这边 就是来到田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很充实的 对阿江来说 细作代耕真正的精神 还不只是说量产出健康的农作物 是因为这个耕种方法 所产生出来的社会价值 人与人彼此的互相信赖 把食品的健康也延伸到人心里面 真正的健康 不然他就继续回来 不然他就继续回来 我觉得 什么事情都是先信任先 对 我们先信任他 然后 我们去他的农场看 然后去看他的制作 其实我们都会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最关键的是他从此解决了 所有隆人到消费者中 之间不信任的问题 买东西的人不知道这个 东西从哪里来 可以从台湾来 甚至不是从台湾来 都混进了这里面 之前是他们在那个赛道 然后我们就来这边 早上我们跟小朋友一起 跟他们一起参与赛道 然后就全身就小朋友 全身很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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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原来吃一个稻米 是要经过那个历程的 对 我们也觉得好痒好痒 然后 经过那个很痒很痒的过程 然后就去这边的泳泉 整个就泡在泳泉里面 觉得啊 真的是 很舒畅 就是因为这个中间是不透明的 一粒米要走到消费者的餐桌 所经过的过程太复杂了 那么所谓的寄货代工就是说 人跟食物跟土地 就变得很亲近很接近 不再有那么大的隔离 那这个制度呢 同时也就让食物跟人可以信任 那么就那些复杂的检验 复杂的有怀疑 这些工作的 这些耗损的就下降了 比如说我们吃这个米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养分 但是我们亲近土地的时候啊 它好像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它的含氧量很高 你好像 你被打气 对啊 不小心有没有感觉 早上起来 那个含氧量感觉不一样 对 然后这些朋友里面 他们就是喜欢土地的人 然后想要照顾森林的这些人 身上心都是很柔软 然后我们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短时间 或者是说一些相处交谈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也被进化了一次 对 除了我们的肠胃被进化 我们的毛系统被进化 我们的心理可能也被进化 今年我在努力 我们在VGen都有一个系统 有可能 可以邀请更多人来参加 就是代耕的 汽作代耕的 网路上面汽作代耕的平台 来仲介 妈妈们 还有企业主们 来任养 然后来向农屋 找农屋来代耕 这个汽作平台 今年应该就会出现了 我预测 几年之内 农业也要网路化 种田可以网路化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上网说 我要买那个萝卜 种那个萝卜 然后呢 大家变成互相交换交易 我估计这个网路的 种田世代快到了 那让农人的 种田的专业 跟庶民的食物 变成紧密的连在一起 现在大概 我们的菜眼会在这个附近 这个中央点大概在这里 而且要挖的地方 尽量把它除干净 勾出来了 这样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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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土都挖来里面 贡献来里面 我在前半辈子 我算是一个好命的人 我读书 读得不错 台课大 我去工作不错 科技新贵 钱也赚过了 但是 会觉得这样是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吗 我已经在科学院区 我算是有科技新贵 我有股票领几百万 我领过耶 好恐怖 那 那些日子有没有很 非常的快乐呢 以今天这个日子来看 我觉得 那不是我要追求的 因为 那个已经没有那么 重要 他会给你 进展核的满足感 他有一些满足感 但是已经满足不了 我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的原因 因为我已经够吃了 我已经不愁 我吃饭了 我也没有问题了 我只是没有办法 过得很好 没有办法这样 很容易 随便花钱而已 我觉得到这个年纪 对幸福这个字 别人没有那么的摆在最前端 我渐渐发现有两个字 我发现还是影响了最大的 叫做慈悲两个字 好来 然后盖在所有的表面 这个地方我会再 因为它会凹下去 这个地方会凹下去 我们就会持续在供应有机器 比如包括厨衣 我们就可以拿这边倒 拿起来表示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来做这些对土地 对人 对 对 对 环境 友善的事 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慈悲 那这种慈悲的能量 并不是幸福快乐那种 好像是比较 比较浅的 那种慈悲是一种生命的 深度的续航力 一开始我喜欢自然龙华 所以我喜欢崇尚自然的人 我是事后回头来看 我二十年前洗澡就不用回照了 那十几年前我连洗髮精 牙膏全部都已经不用了 所以我现在洗澡是不用精 不用带东西的 只要毛巾而已 只要毛巾也不用带 用手戳的 因为后来我回想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样子 南澳自然田 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 即将步入第四个年头 从一开始 要克服家庭的阻力 真的下田后 还有风灾造成的欠收 适应先天土地的限制 人力的短缺 可以说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但是阿江却没有泄气 始终保持着乐观开朗的笑容 虚心地接受各种的考验 因为你喜欢自然 你就需要的东西变少了 因为你不怕被乙鳞 你家就不用带乙坯了 从那之后你不用吹冷气 你不用冷气了 所以你到处 你不用很节俭 它自然就很省钱 因为它你不需要 你需要的很少 需要少人叫富足 富足就叫幸福 什么都要 这个要买 这个要装 这个要盖 那就很累了 那就会重视缺憾 总之缺憾就叫贫穷 不管你有多少钱 就是一直都在缺东西 这一辈子都是贫穷的人 贫穷的有权本就是这样 参与我们早期的观众朋友 所做的这个 叫做火山菜丘 因为 乐观的阿强 今年开始实验一种 新的耕种方式 他称之为火山菜园 这是完全利用天然的资源 来达成滋润供养土地的效果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菜籍 会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当雨水冲刷的时候 有机脂都会流失 所以只好加肥料 不管是有机肥料 或是不一样 那如果不要加呢 那就必须对大自然的利用 使用大自然 要更具有智慧 那这个火山菜园 其实是来发展自非洲 它的原名叫做Kio Garden 钥匙洞花园 从空中看好像是一个钥匙洞 但是我觉得太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理解 我就把它叫火山菜园 因为它很像一个火山口 那在这个火山口上面 放上了有机脂 这个地方 这里呢 我最后放粗糠 里面放了很多草叶米糠 甚至如果有厨语的话 放厨语在上面 那它这个口呢 这个火山口就是一个有机草 那这个草会孕育微生物 然后来喂养这一块菜园 里面是温的 它都在发酵 这边你看在发酵 这边就越来越温 温度就越高 这个 这边有草叶 也有豆干 那这个小棵 小栗 这些都是我们的粗糠 我们一般 我现在是最上面的屋盖粗糠 比较均匀这样 这是我们火山菜园里面 厨椅的处理 厨椅就把它消化到我们的火山菜园 还是必要的 阿江预计 今年秋天开始 利用火山菜园种植 过去自然农法 能栽种的蔬菜种类有限 产量也有限 不过阿江对火山菜园的潜力 十分看好 这个很神奇 它这个 这个 这边的五熟 这周边的 周边的土地 全部会滋润到 不只这里 连那里都会有 它这里会渗透 这就是合体收来的 然后这样就是比较 现在目前就有渐渐走向 比较积极作为的 就是做 努力的做都会肥 收集都会肥 那现在渐渐的 就可以 开始走向量产 那么这也是我的期待 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个农场 有办法用自然农法 而且 可以 做到赚钱 因为我一直觉得骄傲的 讲一句话 拿大战田赚钱 不是拿大战田的福气 是台湾 这块土地的福气 因为 如果拿大战田都不用 买回料就可以赚钱 那很多人会跟着做 过去没有人很多人是 因为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然后再想要参加成功 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 今天没有成功 明天继续找 找方法 希望你们下次来看到我成功了 对 又是一天的开始 只要有阳光 就有希望 农夫的生活 就是跟随着天地造化的安排 脚踏土地 感受气息 好好务农 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这就是美好人生的真意 散光了 和厨房 靠近 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